各位連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在我們地藏法會的時候 我的感受又是很深 每一次我們自己在念經 或者觀想的時候 我們沒有去想到 我今天念的經 或者是我觀想的眾生 是不是能夠受到 事實上在我每一次 要出遠門的時候 事先都有人會說 如果很用功的人 大概過去有一些 照夜 他也能夠 化險為夷 甚至能夠去解開一些冤結 可是我自己每一次 要出門的時候 可能會不會太用功 可以說就把我的心提在我的手上 說實在的很多次 出門的時候大概都會 先有一個計畫 我們要去做什麼事 我們要去做什麼事 除了我們自己去 消業障 去懺悔自己 以前在那裡造的業以外 所以我們才會看 大家也會看到 我在那裡做的事實上 我們這裡幾位連友就說 師傅 帶你出來讓你輕鬆一下 他們也想說 秋天的時候 日本的風月實在是很漂亮 大家去散散心好不好 我說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 那那些風紅在我的心目當中 實在老早就印下一個很好的印象 只是說如果出去的話 可能我可以關我的手機 也不必要在家裡聽電話 這樣可以得到一點點悠閒 事實上要出去之前 就有眾生說 所以不是你跟著我 不久你出去 大家就看你是頭頭 有什麼事情都要來找你 就是這樣我把我的心 就是一直放在世上 我到哪裡就是在家裡 或者是主要出去到外面 我也心想 這個地方如果有什麼眾生 我真的很願意 以我的誠心幫忙他們 那這次出去也是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整團的人大概就 不用我來講就會知道某一些 然後呢 就是我們走到有一個景點 大家在玩的時候就是 就有人講說 某某人 是我們這裡連友的 那個公司的董事長呢 他說 跟他們裡面的董事說 你必須要注意喔 你們當事上他們太太 那個拔下去去打扁 那不是問題 他的心臟才是大問題 那我們那一位連友當場 他就用LINE 回去跟那個董事長講 說 你的媽媽現在因為年紀大跌倒 那住醫院 那個是小問題啦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心臟會有問題 那個董事長的媽媽是日本人 你知道住在日本的就是四面靠海 他也是在一夜上做了很多 殺害眾生也自己吃了很多 那他就說 當場那個董事長呢 就回電話 回那個LINE給那個 他們的公司的這一位同事呢 就是說他的媽媽的確 在年底要去心臟 裡面那個機器已經裝了八年 現在想要去換 你看看年紀已經大了 我想他應該會比我大一些些啦 那你看看裡面那個機器 他應該要去換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裡面這一位同仁呢 就問我說 師父 我們既然是在這個公司裡面 我們在近年快要舉辦一個法會 是不是可以替這位老人家寫他的冤親在主 我說你也已經在我們的極光寺 或是你有去正年在驚 你應該知道 這不是你們用心 他的怕孫到是說 我們就不行 你替我沒有出錢 出多少錢都沒關係 你替我去送箱一下好不好 那這樣我說成效不大啦 最少他的兒女 他在醫院的時候 他的兒女能夠去替他的媽媽上個箱說 很抱歉 因為我們以前也不知道這個沙葉 真正造成很多眾生很痛苦 我現在代表我媽媽來向你道歉 不是只有上個箱就走喔 很多那些大老闆 每次大法會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都會把那樣 我相信宣傳工全靈 我 commander 之後 我要出家以前 有十年的時間 是在家居宿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們 因為我從 開始進入佛門 沒多久 我就已經想 我將來要出家 所以在當時雖然稍有一點點名氣 大家看到我大概也跟看到出家人一樣的 非常喜歡我 會很恭敬 只要我到他們那裡去 他就講某某人來 我們這裡來 在那種時間我看到 很多大老闆 那個助詞沒有空 像我現在我也是 法會的時候我很少出來從頭站到尾 可是我不是陪人家說 沒有人你來我帶你來 來中上個鄉 我們來裡面吃咖啡 所以我在當時我心裡就一直在想 我們家的人有事是我自己要來跟眾生 不是跟菩薩喔 地藏菩薩你沒有得罪他嘛 只是你沒有聽他的話沒有好好做而已 你去殺的你去吃的你去傷害的 不是地藏菩薩 那很多人說 我拜地總經我也有出錢 也有買東西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人說 你以前 刻薄人家不讓人家吃 師父 我怕你錢回去 你們的濟光寺 要拜他拜 好嗎 我說行不通 常常我講 有自己家裡長輩 在做生日或者什麼 你去辦一桌 爸爸媽媽我沒用 我幫你辦一桌子 你自己去吃 連自己的長輩這樣吃起來 他都沒有味道耶 我這一次到國外去 我心裡的感受蠻大 有些人是自己的夫妻 那個小孩子還在讀書沒有辦法 那有些人呢 就是說長輩 他以前完全沒有機會到國外去 那現在呢 我們看他身體也不好 行動也不便 那那天就有人說 你的長輩他認為我空有錢 可是我根本 你怎麼出一桌子 你們出一桌子後回來 在他出去的時候 他說 我也想要去耶 可是他現在做輪旅 那天我說 趁現在他做輪旅 還能出去的時候 請那個家裡面的幾個人 就陪著他 扛輪旅也扛一桌子 我相信那個長輩會很歡喜 然後這一次我們的這一團 有一個他的爸爸 已經快要到九十歲 八十七歲了 他的兒子 他的媳婦就陪著他 慢慢看 甚至於你知道老人家 他們以前讀書不是讀很多 看到什麼就很興奮就會講很大聲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整團的人都會覺得 你看他 這怎麼怎麼看得到 有夠歡喜的啦 我就想到說 如果每一個人家裡的子女 能夠陪自己的長輩去走一走 就算我自己少看一點風景 少玩一點地方 自己的父母親現在的 就是孩子很小就帶著他們出國去玩喔 如果能夠陪著長輩 我以前小的時候 我的父母親就是這樣陪我 現在他們 走路比較不靈光啦 或者是聽話也聽不懂 我現在我可以的話 我陪他們出去有多好 那這種呢 你看 自己的長輩 你不是說我給你錢 我不要帶你出去玩 你帶他出去玩是不一樣 你去超度的時候也是一樣耶 你親自來替他跪在眾生面前 在佛菩薩面前跟眾生道歉 那種心情我相信眾生接受的也不一樣 那不只是這一些啦 我們這一團出去的人有些 我出去痛啦 我肚子痛啦 我肚子痛啦 甚至我出去的時候很奇怪喔 可是那個時候我沒有感覺到 我這個人坐車坐船坐飛機是沒有什麼的 可是一下來 只要去某一些地方 我走下去的時候 奇怪我的那個心臟就 好像快要喘不過去 那個地方好像再震動 然後進去呢 去到洗手間的時候 不管是去哪一種的啦 覺得那裡面都在大地震 我說欸我不要這樣說啦 我這樣這樣說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會輸你過敏 好回來以後 我在前天 應該是前天嘛 那個 因為楊校長要去我們嘉義 某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大學 他也是一個宗教辦的大學 很久很久啦 我就聽到有這麼一個地方 可是 我說因為她的夫人 老妻啦 然後就跟我說 我校長阿寶要去那 要幫你問路 我說不要問路啦 我帶你來去 我順便 我沒有去大學 也沒有在那裡 在那裡走 我走過 不是我走過 可是我一進去走 不到幾步路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我的氣快要喘不過來 快要窒息 然後走路呢 就像我去到 那個 日本一樣 那個步驢就 步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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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走了 然後 後來呢 子恩也是說 噢 我也是救命要死去 然後我們坐在外面 她就說 等你多久了呢 日本也是一樣 那我就想到說 眾生如果 還看得起我們 知道說 我們 真正有 那麼一點點 花一點點 露水道心在修行 給他們看到 你看那落水 有時候太陽照下來 雖然是謝謝了 有花更花更 他們可以看到 我們罪團的人區 他們那些要 讓我們救的人 也都是 用這種心態 等你多久了 那這樣子 我們 帶回來 我記得我回來那一天 那個 好像是第二天 還是第幾天 我已經忘記了 那個許崑森 他就 從 比我先到 我們裡面 然後就是 那天我不知道做什麼 他衝進去 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師父你趕快跟他們說 那在日本回來 來 你們幫他請他們 我有的人 我們就說 有的人大生來 有的人 老妹 老妹 他說 那在日本來 要來我們極光四大 請光致回來 讓他看 為什麼 他說 他們那些是 侵華的人 第二次大戰侵華的人 然後我們這裡 的祖先 有些人 真的是從大陸來的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很小 日本人 他們就會 排斥了 你不要來這裡 這裡不是你來的地方 自己看 他們就要來 他就 就被趕 他就說 師父你去跟他們說說 我就坐在那裡 我就坐在那裡 事實上在道場裡面 不然還有這種的心 我突然間去想到什麼事情 今天吳老師也有來 他們那個 他那個弟弟 黃明玉居士 他做生意也是有很多 是跟日本人做的 他有一個社長 那邊的社長 就是董事長 也是很照顧那個黃明玉居士的生意 所以他很 他是一個很講義氣的 非常講那個 情感的人 所以他就是說 那邊的那個社長 往生的時候 他就去 上鄉 跟他上鄉以後呢 他就跟他講 社長 你要是有什麼事情 你先來跟他講 你可以來我們的極光寺 咦 他講完了以後 就是過一段時間 幾天啊 或者是不到一個月 他回來以後 他並沒有來這裡 可是到後來來的時候 那個 社長真的有來 那個黃明玉居士呢 就想 從日本另外有一個 也是日本人 他就想 他知道那個社長 引導的生活 他可能 也是他們的生意夥伴 他就有跟他講到這個問題 然後呢 他請他的公司一個 翻譯 日本話的 一個翻譯 是一個 小姐啦 他嫁的那個先生呢 也是他們公司裡面的人 可是那個先生的爸爸 是從大陸來的 他恨透了日本人 他很氣 他的媳婦說 我這麼欺負日本人 你是怎麼去那裡 你去日本人做反應 然後呢 他也是軍人出身的 就很生氣 就開始罵了 那個日本鬼 我叫他去那裡 是怎麼可以來 就是兩個人在鬥 後來我就告訴他們 那這種恩怨 這種種族的恩怨 真的不應該再拿到這裡來 各位現在不是種族的恩怨 有的人 要去世的時候 死不瞑目 平時就是在念佛呢 到了那時候 讓他生氣的人 正好在他臨終的時候 讓他看到 他真的死不瞑目 然後就一直在找他的子孫 要替他去報這個仇 說實在的 我幾十年來出家幾十年 甚至於我從開始學佛 我真的很用心 在家的時候就很用心 慢慢去徹徹 我想有時候 你看到一起來拜佛的人 我看到他我心裡很討厭 我生氣 你看來跟他告一 學佛的殿堂還是這樣的話 心裡不能放下的話 你看臨終一念都會很慘 所以我就 因為我有這個感受 正好這次那個許坤森居士有講 師父你去跟他們講一下 來就一直跟他討 他說他是親法的 他沒有讓他來 我說我就跟他說 極光寺不是他們的 大家肯定來這裡大不然這樣 就是我把他們當成我現在可以看得到的 你們慢慢回去去想 所以我們來這裡學佛所有的恩怨一起要放下 但是呢 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 對不對 對的我們職業來做 不對的我們的事大人 我們所強勁的人 他所做的 我們不可以說 他就是我強勁的 他做得不對也是對 因為我們也要給他們 不要一個人把這種的 業障都能夠去消除 這個才對 講到這裡呢 那個 我想每一次都是我講 不太好啦 應該要讓來這裡學佛能夠有感的人 有所感受的人也來分享一下 說起來 姻緣都很不可思議喔 前一陣子 現在在台中商工的校長 那個陳校長 他來了以後 他告訴我說 我以前是嘉義家中的校長 你看他在嘉義很久 我在能人寺17、18年 他從來沒有去過我們的道場 他們學校的有一些老師 也去過 可是他從來沒有來 那去到台中以後呢 碰到楊校長跟楊校長的夫人一談起 那個陳太太呢 他就很有心就來了 不只來了 他還把他們學校的一些同事 也一起介紹到這裡來 其中有一位那個 張采鳳 張主任 他是台中商工的人事室主任 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也是滿震撼的 他本來講 他自己本身也有吃素 也有一點學佛的基礎 可是來這裡以後 他就覺得說 真的是不太一樣 說實在的極光寺真的有不一樣 某一些事情我是很堅持的 偏要吃飯的時候我就屁屁剎了 說真的沒有受傷 而且呢 他有一天就哈啦哈啦哈啦到那個眾生 我說阿婆 你今天說這句話 你如果跟我們怎麼得罪的沒關係 你別人得罪的聲音 你稍等太多了 自己跟人會失禮 你如果不可以 我們請張主任現在來好不好 請張主任出來 我一路講 那那個阿寶呢很好笑 那個阿寶呢很好笑 他大概就沒有 那然後呢 回到台灣以後 他就 後來我們從那個飛機上出來 他就蹲在那個旁邊 一直把他的行李全部都翻出來 全部都翻出來 那他翻出來以後 我們不知道他找什麼 後來他回去呢 就是去找護照 都找不到啦 就回到那個飛機上去找 他的護照掉在那個 自己的座位底下 他出來以後 他就跟那個應小姐說 哇 真的我這次娶死 娶死了十年將來 不要落過後 我也沒有在那裡 為什麼把它落去 他後來知道說 他說你那個師父厲害 我說不是我厲害 他自己也知道 他亂講話不行 好 我們現在請張主任 來跟我們分享 阿彌陀佛 好 師父 常駐師父 各位菩薩 各位師兄師姐 師父今天跟我們要和他分享 說真的我是很惶恐 雖然我隨便有一段時間 可是我是太不精進 我是屬於那個 這樣跟人摸對摸對 這樣 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是 跟 有一天啊 就來極光寺這裡 也是感恩校長 跟我介紹來這裡 那真的是不一樣 說真的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到師父那裡 師父開室 我向師父請安 可是我是說真的 我那時候我也是想說 欸 道場好像都差不多 差不多都一樣嘛 所以我就想說 在哪裡都一樣 我何必跑這麼遠 說真的 我也有那種心 我是在那裡做一伏 那我同事另外一個張組長 他說 主任 我們是不是要回去了 我說 既然來了 我們就在等一伏 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就這樣講 那我也是很小聲跟他講 後來我就看到一位師姐 他就肚子這裡一直摸著 一直痛 那我就想說 這位師姐可能是 因為我哥哥我盲腸 我想說他可能是盲腸在痛的 我那時候是這樣在想 我想說可能盲腸痛 那等一下看會不會好 過來一點 好 這樣 好 那我會想說 等一下 那會好那就好了 那如果說 再痛下去的話 我們再來看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他 我說真的 我那時候心裡是這樣想的 想說看有什麼辦法 結果他就說 師姐說要找人了 我說找人 那我剛來的 再怎麼找都不會找上我 對不對 大家都那麼資深的 為什麼會找我呢 所以他就找了好幾位 都說不是 後來說要找我 我想說 我也沒有得罪他 又沒有怎麼樣 我心裡是這樣想 想說我也沒做什麼 怎麼要找我 我只是來這裡看一看這樣 那師姐就講了 他就說 因為是地藏菩薩慈悲 所以想說 我如果今天讓我離開這個門 我可能像就是風箏一樣 不曉飛到哪裡去了 絕對不會再回來 他想說我的個性可能是這樣 地藏菩薩很親自 就慈悲 所以要讓我知道一些事情 師姐就講了 他說要找我 他說 那另外一位師姐就跟他問說 那另外一位師姐就跟他問說 你是不是 好像不是人類這樣 那我想說不是人類 那我到底是得罪了誰 對不對 他說是 就是魚卵 就是我們剛才送地藏金那個 有沒有吃那個一杯之死 都是棋子這樣 他還跟我講說 說真的 我真的很害怕 他說 我都還沒有出生就被你吃掉了 他都沒有出生就被我吃掉 我想說我素食都已經快二十年了 那些我早就不吃了 你還會早上我 對不對 那又講了說 我又把它曬乾 怎麼樣這樣 那我才說真的 我那時候我不敢承認 我真的很害怕 可是又不敢承認說 我以前曾經做過那一種事 說真的 後來我真的在佛前懺悔 在菩薩前懺悔了 是小時候真的 我這麼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發現說要當醫生 那我要誰解剖 我就拿那些小魚 那真的這麼小的小魚 我就跟他解剖 解剖開了 就在日曬裡面 我要看他變成怎麼樣 我真的 我怎麼會有那一種 那麼不好的那種舉動 我也不曉得 我那時只是想說當醫生 那要誰解剖 可是我這麼小 我就會做那一種事情 所以師姐講的 我把他拿去曬乾 可能是那一件事 說真的 我就想說 在佛經裡面也有講 就做過的不管是善的 是惡的 都不能相敵 所以我說真的 後來 魚子 魚卵 是我最喜歡的 以前是我最喜歡說真的 我去買魚 我都要買那個肚子很大的 很多卵的 那我孩子就跟我講說 媽 你要買魚 要買那個伯伯沒有肚子的 我說你才是 你不會想 那些最好吃的 大家都喜歡吃油軟的 說真的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孩子說 媽你殺生多少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還這麼想 他就說你殺生多少 我說那也不叫什麼殺生啊 那是人家在賣的啊 對不對 我就這樣講 可是這一次真的 讓我覺得說我真的很 以前的無痴 那些無名 魚痴 所以造了那麼多的業 說真的 今天進這個門的時候 大門的時候 我這個肚子還在痛 我這個已經幾十年了 所以我就想說 有做過的還是要去懺悔 還是要去看怎麼樣可以去幫助 有我們的懺悔力 有菩薩 今天有佛菩薩的加倍 讓他們早一點離苦得樂 那也不要再造這種 就是說餓得陰了 這些殺業是蠻重的 不管是有意無意的殺業 我覺得說 能夠不要做 還有不要吃人家的肉 我後來為什麼會去 就是說 會去素食 有一天我在煮飯的時候 我女兒就跟我講說媽 不是眾生平等嗎 我說對呀 眾生平等 她就說那為什麼 我們要吃人家的肉 我說對呀 因為我覺得說 好像分的肉 動物性蛋白質對你們比較好 等你們大學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素食這樣 那我就講了這一句話 可是到我兒子大學錄取登記那一天 我想說到暑假 那時候還是暑假 我想說那這樣好了 我到他們讀大學 我再去素食就好 可是那一天我就請人家吃飯 我到日本料理 八起台中有一個八起日本料理店 結果是一桌的日本 那個都是分的 魚什麼那一些 烤的煮的蒸的什麼都有 可是大家都沒事 可是我就嘴巴也不舒服 整個人都不舒服 還有肚子也痛 那時候我就想跟我先生講說 也許我今天晚上就會死了 如果我死了 那可能是我分食的關係 也不要怪誰 那可是報紙會登出來 我很沒有面子 我那時候還是考到面子 考慮到面子的問題說 吃分的結果把面丟了 我就說明天開始 那我就要素食 那很奇怪 就是那一句話 只有那一句話 明天開始我就要素食 我不要再吃眾生的肉 因為我的肉也不讓人家吃 我剛剛那時候講的 說我的肉不讓人家吃 所以我不能吃別人的肉 我真的何得何能去吃人家的肉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所以我現在人家就說 連我以前也在女中待過 我同事 我跟他講說我素食 他怎麼樣跟我講 他說你素食 你做人要做什麼 你不要做人好了 你如果沒什麼好吃 你跟我們吃素 我說你不知道 有一天你就知道 我就這樣跟他講 結果可是在外面說真的 我一有機會 我還是會把這些訊息傳出去 那也很感恩師父 今天讓我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分享 供養各位 真的很感恩 感恩佛菩薩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藉由這個懺悔 來跟大家分享 我彌陀佛 感恩師父 事實上我們這裡還有很多位 可以分享 我想下次就可以讓大家 我再請一位 不然我這次先來頂了 其實林金泉基室 他有時候他進去的時候 跟我講講他學佛 還有他身體不好 他吃素以後 怎麼樣改變的心路歷程 其實也很值得讓大家去了解 我們下一次就請他來告訴大家 最近那個油的問題一直都不斷 又有一個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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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的時候我就講 你們不好 因為你們吃素的沒吃到 為什麼呢 我們這次去那個日本 他講那個也是素的 騙人的啦 那個陀佛裡面就明明 就有肥瘦 他說那是素的 啊 他說用得很好 有一個人說我 奇怪 我走走走走 有一個人走到外面 在外面在等 等不到 校長他們大聲去 他就 他跟他講 蛤 頂管有那個場子 叫他米索湯 整個都很快換過 沒有師父 如果站起來他說 我上去 剛才都很換了 他說有夠的 事實上呢 那裡面那個豆腐 我覺得那個還是有漁漿在 可是那個人就 死錢 活錢 都總說他沒有啦 已經有很多東西都沒去吃到 說實在 這一次大家去吃素的人 如果有跟其他旅行團出去 都會覺得說 我們這邊終於有可以吃 可是呢 我這個人的名字就是吃最好的 你有當時想說 奇怪 師父都跟他米索吃 絕對吃平衡比較好 我是連比較有油比較有鹽的東西 我都不能吃 這一次他們說 喔 茄草 很好 我吃一個回家 兩支都金金金金了 要人家推 那是用 這樣自己 水不能搶出來 不能像精魚搶出來 真的是吃到一點點鹹的東西 或者油的東西 對我來講 我經常跟人家講 好心的 你身體如果不好 真的不能說 人家就用好的東西給我們吃的 都不能吃耶 尤其是我們那個馬醫師 管我管得很嚴 他們如果說來 那天那個楊校長拿來一些葡萄 是很好的葡萄 這也是我一輩子看到最漂亮的葡萄 我說馬醫師你也享用一些嘛 沒有辦法 我只有一粒的福分 其他的我再吃就不行 他自己知道什麼東西 雖然是好的 他不能吃今天早上 我就想 啊 人家拿什麼東西來 他也是忙得要命 我不是說 馬醫師我特別比較阿咪 我們普通的人都靠他這裡 他在時要爬起來 看得見到 今天他還在講說 我在念經 我就有時候就沒辦法 他根本就吃 那天啊 青菜 他昨天早上來的時候 他弄了一餐早餐 然後到昨天晚上說 不行 我昨天早上 待在車上的餐沒有吃 昨天晚上吃飽 他說我如果不吃我會把那些東西壞掉 我沒有問他你為什麼沒有吃 不行 我的地藏經沒送完啊 上來來到這裡他的早餐到晚上跟我一樣的命運到晚上他才把那個早餐吃了 所以我就說他們買了那個釋迦果 我說馬醫師他吃 他說不能 再去伯伯地出 說你們一個人只能吃兩顆 什麼人有的人說 你不能吃 他想要拿來吃他就把他拿回來 不是他要不要給哪一個 他自己一個都沒有吃 他說我沒有那個福分 所以我們是不知道好的我們就吃 可是我還是 一餐我剪掉很多很多 有些我可以讓人家吃的吃 可是我自己還是沒有那種福包 吃到最後回到兩隻腳 金金金 很漂亮喔 沒有老人家的幸運啦 但是那個是不健康的 那我就想到說 有的人說 太陽拼 台下拼 用來說 其實那個輸的東西 自己做的也是 把它烤到那個溫度那麼高了 然後就把好的橄欖油 什麼都已經都變成反式脂肪 還有人以前說 奶油不能吃啦 可是有馬芝林啦 他們有些叫做乳馬林 有些叫做馬芝林那種東西 其實也是植物的東西 那個也是反式脂肪 根本很多人就是說 飛機上有拿來抹 或者是自己去買一桶 黃黃色的那種 拿來抹 其實吃下去都是把自己的 心血管都把它堵住了 我是非常現實 我馬上 只要吃到一點點油 我的手就像小嬰兒一樣 胖胖 胖胖 那不是好現象 就要折都折不下來 所以人家要給我東西 我不是說不願意吃 大家如果冬來 我告訴你如果要不要冬 太陽病不要冬什麼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太陽糖也重啊 那一次我講 那個有時候我們吃的那個 燒頭裡面的那個豆沙 他也是要用油炒過 他用什麼油給你炒 你都不知道 很多你看那個植物油 他就是 也是炒過油給你用來 用來 結果他用去炒一炒 你也沒看到 所以這一次那個油的事件 很多常常到我們極光室的人 在line裡面說 好感情我們總是有痛苦 所以我們沒吃到那種東西 可是如果還那個餅乾 什麼什麼喜歡吃的人 我們自己真的要斟酌一下 是身體會不健康的問題 其實他害你一次兩次三次 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最後基層那種慢性病 你還不知道你是吃了那一些 我有時候真的要求大家 我不是說 你自己不愛吃 你也叫人都做賣吃 那如果他是弄健康的東西 我也非常歡喜贊同 只是有時候 那些外面炸過的東西 就是到現在為止 還是請大家盡量少吃 我們才不會去吃到那種東西 你哪裡知道他是地溝油 或者是其實是變成工業油 他們的油是要做什麼 要擦機器 讓他要生東西下去 比較好爽的 我們吃那個東西怎麼可以 其實那個也用到吃素的東西裡面來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自己要有智慧 才能夠去吃到很健康的東西 其實我吃那個沒有 很少油很少鹽 甚至沒有油沒有鹽的 我吃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就是 不食人間煙火 不食人間煙火就是沒煮過啦 不是沒吃 沒吃火粉 沒吃用煮過 我還是蠻健康的喔 這一次我出去 我覺得 你不要去看我往看過那種 你們就覺得我也是很好的 事實上 每一次我都很感謝說 這樣要爬走要下走的時候 他們都要給我看 我不能把整個辛苦的東西都知道 我還覺得只要讓我能夠平衡 不要不平衡就可以啦 那 身體的健康還是要自己保護 不是說我來拜佛祖 我吃得比較多的就沒關係 因為我們下午就不要去 沒有 還有沒有共修啦 所以 每一次我都會多講一點點 人家說功故 有時候人家怎麼會聽下去 我講了幾十年 慢慢慢慢還是覺得有一點點成績啦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來拜佛 不只是心靈健康 身體也很健康 阿彌陀佛 好